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12号星期日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这个现在我们这东马小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租房挺难的 这个租房包括短租 就是三五个月或者是长租一年两年 这个都挺难的 为什么呢 我估计还是因为现在这个菲律宾开放之后 很多这个老外听说只要来菲律宾 菲律宾政府就给你发一个菲律宾小妞对吧 所以这些人就都来了 而且好像也都落实了吧 估计也不是发的 可能自己找的 反正就在这边就常住下来了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是改善性的 比如从这个街东边 就是看到街西边新盖一个公寓 就从这个东边搬到西边了 对吧 这个山上搬到山下了 这个山东边搬到山北边来了 这包皮都是幻房的也挺多的 然后呢 这些日子吧 来我们东巴小城的朋友也比较多 而且呢 都是打算这日边啊 少则半年 多则可能就长期扎下来的朋友啊 我帮他们找房就发现 真的是挺难的 平时满大街的Front 现在是根本就见不着 而且呢 这找房的过程中吧 也能碰到一些有趣的事 比如说 我们有一次陪朋友去找房的时候啊 这个 在这个底下 它这一个好几层楼嘛 就是一个一个的开间嘛 公寓 我们在底下就是找那管理室 就想问问 这有没有房出租 结果呢 楼上就出了一个穿裤衩 纸穿裤衩的老外 里边好像还有女的 那人家没出来 估计那女的穿也穿一裤衩吧 不好意思出来 就问 就问这房子有没有出租 就跟老外聊了聊 过了几个回合吧 大概就清楚了 老外还是挺热心的 就说 这房怎么租 但是这老外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问他这房啊 多少钱 他死活不说 死活不说 替这个房东吧 保守秘密 估计他也是想 不知道这房东能给我们开多少 或者别他说了以后 拿他这个作为依据啊 其实你说这老外傻吗 其实有时候也挺聪明的 那最后呢 像这几次找房 那么多 怎么找到呢 一个是那个爱比营啊 就B&B上 有的就直接订了 或者说通过内上吧 短租几天 最后跟房东线下 改长租 还有还有两个 还特别有意思啊 有一个是 是我们观察找到的 怎么观察找到呢 就是 这个房啊 就是以前啊 住过人 后来疫情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租客就退了 退了以后呢 房子就空着 但也不是绝对空着那种 就是每 隔一段时间 长则一两个月 短则一两周 就会有人来住 后来呢 我们琢磨 是不是改民宿了呢 然后呢 就找这个 这一排公寓的这个管理者嘛 然后有一天 看见好像是这人 因为不是很熟 我就问了一句 还真是这个公寓的管理者 一问呢 人家说了啊 是 就是因为疫情嘛 长租的客人没有 就改成民宿了 在爱比营上 然后呢 就现在就是 收这个短租的客人 当然他也跟了一长租嘛 因为长租也不用打扫 这个价格虽然 可能没有短租 日租金高吧 但是省心啊 就这样 我们就给弄下来了 把这房啊 给弄下来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 你喜欢这个 长期招租 为什么不写一个 招租的牌子呢 结果人给我解释 哎 懒呗 对吧 反正也有人住 也不是说一分钱没有 进账 也不着急 也不缺钱 就这么凑合着呗 嘿 我想这非为人 也挺有意思 另外一个呢 也是通过观察 找的房 怎么了 就每天啊 看有一个房子 就是 也不要房子 把一个院在那儿啊 进进出出 老出现一帮护士 而且这帮小户 非得民小护士啊 经常换面孔啊 每天都不一样 或者每段时间吧 不一样 哎 然后呢 正好有朋友来出房 然后呢 就 我们就想着 要不然又问这儿 没准这是一宿舍呀 保护士有空房 进去一问 哎 果真 哎 还有空房 后来呢 这房子租了之后啊 就跟房东聊说 那你这房子空着 你为什么不招租啊 他说 嗨 我这儿都是住的这个 非得民这帮的 就是我们旁边有医院吧 这帮医院的护士 即便呢 是走一两个退房子 或者退一拨人吧 然后他们也会帮忙介绍 他们的同事过来住 所以呢 他就没想招租 就是额外的去招别的人 因为这些护士呢 来来往往呢 他这儿的房子 基本上也不会太闲 就是空的 空不了太长时间 我说 那你不着急 这个挣钱吗 对吧 这个空的时间 那个没人没人住 你不是没收入吗 他说 我招什么急 我钱也够花 对吧 那个有人住就住 没人住就算了 如果太长时间 没人住 那我就拉一个 这个广告上 招租就完了 否则的话 就也不用那么着急 去招租啊 你这一说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吧 你像咱国内呢 这挣钱是一分 就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你看这菲律宾人 这房东出租房 这真挺随性的 对吧 有人就来住 没人就算了 所以我觉得以后啊 就真的想在我们这位 菲律小城租房啊 你要是看见 看不见啊 满大街的招租的广告的话 最保险的办法 你就挨门敲一遍 对吧 准备找到空房的地方 得了 其实给大家扯在这吧 没什么 得继续扯在菲律宾的事 给大家看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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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